我們今天來講天童星 天童星 這一系列啊 利用單一顆主星 來對應自己的命盤 那來討論說 你自己內心本質的系列 已經來到天童星的這一段 天童星的這一段 天童星這一段 那天童呢 一般被人家講說 叫做赤子之星 赤子之星 也是福星 其實他講的是什麼呢 他講的事實上啊 就是每一個人 你從出生到長大之後呢 我們小時候一定都很單純 然後我們出生的時候 潔白如俠 脊椎也不會歪掉 因為出生的時候 大部分脊椎是好的 隨著慢慢慢慢長大 隨著社會對你的影響 家庭教育對你的影響 我們開始社會化 有很多的心思 我們開始知道說 很多事情呢 不能夠這麼的單純 天童代表什麼 天童就是代表了啊 當我們長大之後 在社會化的情況裡面 我們唯一保留的那個單純 我們唯一不被污染的那個部分 那就是天童 所謂赤子之星的概念 那為什麼天童星也是學習的星藥 因為只有這麼的 如空白紙一張的星星 你才有辦法寫了新的東西上去 就像學習一樣 你越是把東西放乾了 倒光了 你才有辦法學新的東西進來 這個也是天童星 為什麼被稱為學習之星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這個天 這樣子的概念呢 它落在十二宮裡面 就會各自代表了 我們對於那個宮位 我們是秉持著一個 比較單純的一個想法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對朋友的往來 就是比較單純的 你不會很多的計較 那兄弟公 當然代表的是 你對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都是個性是比較單純的 你覺得兄弟姐妹的事情呢 你即便是吵架 你也不會放在心上 當然也表示說 因為兄弟公 也會代表爸爸的感情嘛 也表示說 你爸爸在感情上面 討好很多 有時候我要講一下 就是啊 我們最近看到有些網友 那可能把你的那個影片裡面 其中一小段 就拿來講說 這樣子講不準 我沒有這樣子 會不會不準 你要知道 我不是神仙 當然也不準啊 機率高不高 其實還蠻高 為什麼 因為陡數從來 它就不是只能單攻單心論 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部分是去跟你講 心藥的本質特質 那另外一部分 我們為什麼特別開辟這個專欄 就是在談心藥 對你自己內心本質的影響 所以有些東西其實是你 常在你自己內心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你可能會被一些 外在力量的影響 你會以為你不是 可是其實你可能是 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說 呼義工你跟朋友不計較 可是你的天同性 如果加了火星跟情陽 你的不計較 可能就變成 剛開始不計較都很好 結果呢 一個不對你就翻臉 也有可能 所以說 大家在學這個東西的時候啊 我還是建議大家 去學那個基本觀念 你才能慢慢慢慢的 去堆疊出命盤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三方式陣啦 疊功啦 然後廢話啦 等等的 這樣一層層這樣疊上去 你一次要去看這些東西 你就很辛苦 好那回來再講 那如果天同是在夫妻工呢 當然就代表 你希望你的對象啊 是一個單純的人 為什麼你希望你是單純的人 最近學會有個嘉瑜老師 他PO了一篇文章 在談夫妻工 他用鏡子的概念來講這個夫妻工 講的其實就是說 感情的對象 往往是自己 心靈的投射 像鏡子一樣 也就是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 是什麼樣子的人 其實 很多時候都是 我自己希望 我自己是那個人 或者說 我自己希望 我那樣子被對待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那個學會嘉瑜老師 那個美女老師 的那篇文章 那人往往 在鏡子裡面看到的 只有前面這一面 卻看不到背後的那個面 你看 你看到鏡子裡面的自己 不會去聊 看到鏡子裡面的人 你不會去了解 當他呈現在鏡子面前的時候 他背後要做出多少努力 那是 那篇文章寫得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 在夫妻工 尤其是 會很明顯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希望 你的感情是單純的 所以你會想要去找一個單純的人 如果是在 官怒工呢 也會表示說 你自己在工作上面呢 是比較不跟人計較的 你對於工作呢 你會有比較 單純的憧憬 你喜歡 攝影 或是你希望工作開心 那你就會找這樣的工作 錢就比較不是重點 或是有什麼很高的官位 比較不見得是重點 如果是在 天宅工呢 就表示說 住在家裡 可以讓你很放鬆 讓你回到像小孩子一樣的行星 子女工呢 子女工代表 口腹之欲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 各類的東西他都愛吃 他不會那麼計較 福德工呢 福德工當然就表示說 因為天同是福德主 他為什麼是福德主 就是因為 我們覺得說 一個人與世無爭 跟一個人沒有那麼多的心思 他反而 晚年會過得好 所以他才叫做福德主 因為福德工也代表晚年的公位 也代表精神的公位 這個人呢 要晚年享樂 通常他就不要太計較 你才沒有那麼多的憂愁 所以 那當然他也代表 來財的方式 就是說 你希望你賺錢的方法 可以不要那麼多 那麼努力跟那麼認真 可以輕輕鬆鬆賺錢 其二公 其二公 除了懶之外 你知道懶的人都有糖尿病 所以要小心 要小心 父母公 你爸懶 沒有啦 不一定 是你覺得你爸爸 是一個單純的人 所以 天同心所在的每一個位置 代表的是 你在那件事情上面 你希望的就是一個簡單單純 沒有雜質的這種 這種處理方法 跟面對的方法 是你的人生中 你最後願意去保存 不要去受社會污染的一個地方 當然我們要講到說 天同的對面可能是太陰 有可能是太陰的 那太陰 如果他對面是太陰呢 他的這個赤子之心 就會比較保存在 對家的看法 然後 享受 然後 異性緣分 那如果是聚門呢 他的這個赤子之心的背後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不安全感 如果是天良呢 這個赤子之心的裡面 相對來講 比較有一些想法 而且為了希望讓自己可以 保持這種純正的心情 他會願意去多做很多的功課 跟學很多的事情 比較令人擔心的是 大家都知道說 聚門 如果跟天同放在一起 那這個門 要把天同關起來 所以赤子之心 關在房子裡面變得很黑暗 他就沒有那麼開心了 就像我們常講的 指揮斗樹 其實也所有的命理都是這樣子 他都要去看他那個本質 而不是那種 你定義的事情 比如說情陽星 要看的是他的果決跟衝動 跟意志力 跟願意去拼殺 可是你不能把果決 意志力跟衝動 等於不好 最近美國股災 我有客人 一週賺了2000萬 他多衝動啊 美國掉第一天的時候 他就直接進去放空 這麼衝動 那有不好嗎 對啊 他一次大概賺了你們很多人 一年的錢對不對 或是兩年的錢 或是十年的錢 所以衝動不見得是不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常說的 不能把這個東西啊 拿你原本的想法去想 他等於不好 等於不好 他都是中性的 你知道去記他本質就好了 所以赤子之心 其實有的時候 你知道小朋友在鬧事的時候 是沒有理可以講的 對啊 我要肯德基 我要肯德基 他這個肯德基就不行 這什麼道理可以講啊 不然他們不行嗎 有的時候這個赤子心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其實就是 他如果跟巨門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受到 他單純的那個情緒影響 那單純情緒影響過頭了 就容易會變成是不好商量 我們雖然說社會化會很多問題 可是社會化的好處就是 大家很多東西反而是可以談 那單純反而是有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跟他談 所以唯獨要擔心的是這個 天同跟巨門 那如果放在十二宮的時候 有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受你那種 純粹情緒的影響 去影響到 那個跟宮位相對應的事情 譬如說天同巨門 如果在關陸宮 這個人他有的時候 就會純粹為了理想跟感覺 再去做事 如果環境不好 或是怎麼樣 就受到一些不好的狀況 所以會比較需要靠運勢 所以基本上 這是天同的 在十二宮的整個概念 然後台灣絕大多數流派 都在更年 天同的畫季 那我們天同是畫科 那常常有人問我說 那如果天同真的是畫科 那那些學天同畫季的 該怎麼解釋呢 天同畫季一般會不會解釋成 他的福分破格 因為季出現了 空缺了 那我們的解釋呢 為什麼用畫科呢 畫科是什麼 畫科是名聲 因為天同而來的名聲 所以我們解釋成 他是一個愛面子的小孩 小孩子如果愛面子啊 有的時候就會變得難溝通 所以他呈現出來的形狀況 就有點像 一般解釋的天同畫季 那當然 更多的解釋 記衝什麼 然後記怎麼樣 那個是單純畫季在公圍 更深度的一個解釋方法 今年更年呢 大家很擔心說 很多人都覺得他是天同畫季 沒關係 你就換嘛 換天象畫季好了 多像啊 每年天象畫季啊 都會有一些股災啦 或金融風暴之類的 今年果然也有 那以上啊 是天同心呢 在十二宮的一個 代表我們自己內心 那個很赤子之心的那一塊 赤心要好好的拿來 單純的運用 不要當任性的小孩 知道嗎 沒有了